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大家在用ITN申请银行账户的时候 经常会要求上传身份证明文件 或者说美国的地址证明文件 上传文件的话一般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法就是我们拨打客服电话 客服会给我们的电子邮箱发一个链接 然后我们点击链接上传文件就可以了 而这种方式的话它比较快速 一般的话我们打完电话 然后获取完链接 上传完成之后 客服那边就可以实时的在线进行一个审核 一般很快就可以知道结果了 但是这种方法的缺点就是 美国那边的银行客服一般只有英文的 如果说英文不好的小伙伴的话 可能给客服打电话会有困难 当然大家也可以去找翻译 或者说付费找淘宝的翻译 然后代替我们去打电话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还有种方式就是传真文件到银行的传真机 这种方式的话它不需要英语 直接发文件就可以了 如果说银行支持发传真的话 它一般都会给我们一个传真号码 接下来的话我们把自己的文件 传真到美国银行的号码就可以了 那有的小伙伴听到这里之后就觉得 发传真的方式貌似比打电话到美国还困难 因为首先我们人不在美国 我也没有办法去发传真 其次的话 传真这种上个世代的东西我也不会用 那怎么办呢 那今天的话就向大家去介绍一个 可以在线发传真到美国的服务 通过这个服务 首先我们可以像发送电子邮件一样的 简单的去发送传真 其次的话它还给我们提供免费的传真额度 通过我下面的链接注册的话 就可以获得5页免费的传真额度 如果说是传个身份证明文件的话 是绰绰有余肯定够用的 另外这个服务是由美国的科技大厂提供的 安全性和稳定性是非常有保障的 今天向大家介绍的就是Dropbooks Facts服务 Dropbooks Facts的前身是一家 名叫hellofacts的独立公司 之后的话被Dropbooks收购 然后就成为Dropbooks旗下的一个服务 我们可以到官网去了解一下 这个服务的话它其实内容很简单 就是帮助我们在线发送传真 不需要实体的传真机 只需要通过网页就可以在线的发送传真 就像发送电子邮件一样的简单 而且的话我们所有发送的传真都是经过加密处理的 Dropbooks作为一个老牌的在线网盘 它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它的安全性做得非常好 所以说推出这17年以来有大量用户的追捧 Dropbooks Facts的安全性我个人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其次的话就是一些附加的功能 比如说我们可以发送PDF也可以发送图片 还可以去和一些网络服务去进行集成 这些其实对我们用选都不大 传真的发送流程很简单 只需要输入对方的电话号码上传文件就可以了 另外它还有一个额外的功能 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有美国的传真号码 我们可以免费的把它转移到Dropbooks Facts的服务 然后就之后再不需要实体的传真机 也可以去收发传真 另外的话它还提供公司套餐服务 这个我们暂时也用不上 最后的话它的一个介绍就是 我们所有的传真都是可以通过以PDF的形式 保存到Dropbooks的网盘中 而且是可以永久保存 也是有无限的储存空间的 那接下来就向大家去演示一下 如何去发送传真 首先我们要注册一个账号 但是如果说你有Dropbooks账号的话 就可以直接登录 不需要再注册了 大家可以点击下面我的推荐链接触注册 可以获得免费的5页的传真额度 这样就不用再去付费订购套餐了 我们登录到后台之后 首先我们可以直接去点击发送传真 在下一个页面的话 我们去上传一下我们需要传真的文件 支持PDF还有图片的文件 我们也可以从网盘去直接去上传 上传完成之后的话 下面有个选项是填写并签字 如果说我们不需要签字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点击右上角的下一页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话去输一下我们接收传真方的传真号码就可以了 然后点击右上角的发送文档就可以发送成功了 通过Dropbooks的话 我们就可以免费的去在文档上面进行一个签字 比较适合去搞一些合同之类的东西 其次的话我们也可以在传真这里的话 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发送的传真 还有一些草稿的传真 最后再有一个获取免费的页数 大家可以去做这几个非常简单的任务 就可以获得免费的额度 如果说只是传个文件的话 其实这些免费额度就绰绰有余了 不需要再去订购套餐 我这边的话已经有朋友通过我的链接去注册 我现在的话有48页的免费的传真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用很长时间都用不完的 具体怎么去推荐呢 大家可以去点击设置 然后点击个人资料 计费这边就可以看到有个分享的链接 大家把这个链接分享给朋友 然后用这个链接去注册账户 我们就可以获得免费5页的传真的奖励 以上就像大家介绍的 Drawbox Facts这样一个简单的在线发传真的服务 这个服务的话非常简单 但是我觉得能够帮到我们很多很多 如果说大家觉得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 注册一个账户进行一个尝试 如果说有任何问题 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面留言 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 别忘了点赞分享 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点开小铃铛 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更新的通知了 我们下期再见